这个时候我们再按反转正转切换 也是按这一刻 切换 切换过来了 那么有些人说 我这个灯亮的是正转正转的 怎么我的定器是反转了 那是因为你们接信接反了 就是在定型器的输出侧 UVW 这个键反一下 不管三根线随便动两根线反一下 定制马上就正转了就好了 这时候我们把打给关了 电瓶器呢 下面部分呢是高压部分 黑色的钻子上面呢是高压部分 而这位这里蓝色的钻子呢 这是落压 可能可以触摸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把导线 只剩一根导线 接在定型器的 ZCM 面黄色的签文 Bikn 这个 fastest denote 进行控制 长一根导线 就在 FOR 就在这两根导线 因为我们刚才进去始终的时候 把停止都是在命返上的按键进行的 现在我们才用这个外部端子进行控制 这个时候我们修改参数 说明书翻开说明书 参数表 19月 PD001控制方式 选择1 外控端子 我们改参数 刚才一样 按功能键 因为是PD001 我们把车给了以微镜引过来 是把它改为0 001 按 确认键 这时候是0 0是命版操作 我们要把它改为外部操作 把它选择1 按上键 改为1 然后按 保存键 这时候呢 1按d是保存了 我们按 红色的stop 就是追复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操作密板上的这个始动机呢 已经失效了 已经失效了 已经没有 起到作用了 我们看一下 始动的信号在这里 外部端子上面 FOR 把它搭上去 发上 它始动了 然后把它放开 就 把它给放开 停下来了 按着速度的变化 停下来了 慢慢地把它停下来 好 我们再把它搭上去 就开始始动了 把它放开 好 把它放开 如果认为 我们定制在加速过程当中 或者停车过程当中 太慢 就说时间太慢 就说定制 是慢慢地把它加速 我们想快速地把它加速 怎么办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它是 从零开始慢慢到最大 到50克 这个速度 成为太慢了 我们把它给 要快一点 翻个双军书 第19页 第14条 加速时间 就是TD 014加速时间 TD014加速时间 我们还是按功能键 把它改为4 移位进过来 就把它改为1 按保存 按确认 因为是20秒 太短了 太长了 我们把它移过来 把它改为5 2 把它改为0 然后按保存 这个时候呢 就说加速时间 是在5秒钟 就把它实现 看一下 从零开始到50克 只化5秒钟 就实现了 我们认为现在停下来的时间还是太快 还是太慢了 然后也把它时间把它缩短 这时候在证明书的18页 就是TD015 减速时间 TD015减速时间 我们把它定为一个10 5秒 也把它 也给定为5秒 按保存 好 按回 按启动 好 这边启动 这里搞个开关 就可以了 外部加一个开关 开关一闭 电影最开始 启动 到5时 5秒钟 到5时 分开5秒钟 到0 好 这时候电视 停下来了 这里 一定要注意 加速时间太快的话 就是说受到电视的负载的 惯性负载的影响 它相对应了 它的电流就会上升 速度比较快 而电视 而结束时间太短的话 因为说到电视在高速运转过程当中 它负载比较重 惯性的影响了 把电视 突然之间 直速的把它降下来 这时候电视会有个反中的能量 并没有是0 这时候就会产生高压 这高压呢 我们可以 采用 显示定压的方式 能够把它看得出来 这高压 我们必须要通过 自动电阻 自动电阻 4跟5这个端子 把它给置放掉 不然它就是 过压 保护了 一般电视 市场呢 为了 就要成本呢 这功能呢 都是没有按上去的 如果用户呢 我们要用这个功能 一定要跟 加速的人员讲 有自动功能 所以它已经加上去 所以呢 一般不建议 减速时间 跟加速时间 不建议改的太短 至少自己用 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改一个功能 外加定位器 我手上的车是个定位器 定位器呢它是有三个角 定位器呢它是有三个角 两边跟中间一个角 我们现在把中间这个角 这根角 中间这个 这根线呢把它接在 VR上面 然后电上这个角呢 接在 你点 然后电上这个角呢 接在 字幕上 又还有一点呢 然后接在 ACN这个端子呢 还有上下两个端子 通用的 同用的 通用的 一定要注意 中间线 必须要接在 VR上面 然后两边线 随便接 我们把它恢复到 这是个外加定位器 外加定位器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插针把它插回去 这个插针 把它插到 第二角上面 把它插好 把它插好 这一点很关键 必须要插回去 它在一二角上面 就是 VR这个 脚上面 因为这个定压是10伏 我们刚才 面板上这个是5伏 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参数把它改回来 说明书在第一 那所以 模拟量输入选择 把它选择0 刚才是1 0到5伏 我们又把它向这0 0到5伏 按功能键 说0 体力键 把各位0按确认 好 返回 启动信号 启动 这时候是0 灯不闪了 这时候呢 是0速度 一定要记住 这是0速度 灯不闪了 然后我们从这个定位器给大家速度 转 转 踩球速度就来了 这时候呢 我们的控制呢 就采用外补定位器了 当然这些线可以拉得很长 这个时候呢 这个面板呢 已经完全不持作用了 就采用外骨端子来继续控制了 嗯 就在平面的变化呢 它的 revolution 转移 它的老苟的收入也会变化 还要变化 它的电压呢也会变化 但是一定要保证它的三向是平衡的 很多客户呢 他们说把信接错了 接到七八九上面去了 第九角就是接地线 不可以接定值 要是把定值接到第九角的话 这就展示是缺项 因为三向里面直接拉两项 少拉一项 要接在六七八一五一W上面 缺项了之后呢 稍微转定证明没有力气 声音异常 可以躲动 这种现象就属于定值 车拉一项 就算定值就接到六七八 就正确了 那么你们要是在定值 也发现这样的现象 看一下这个线导件 是否有断了 或定值测 是否是有断线的情况 最好找一支 这些万用表 就量一下它的三项 是否平衡 三项平衡呢 就算是好的 算是好的 是否从稳于 公开 我们的过程 就算是好 这些要审判 是什么 是否平衡 实际上 我们的不应该